大家好,我叫龐大海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自己 自己做了一個軟體收音機 那這個收音機這個東西 那因為軟體收音機是一個 可能最近這十幾二十年來 比較新的一個題目 那可是它在DIY這個領域已經多年 很多國外的人都在玩 那我剛剛也在現場看到一位朋友 可是他也不在玩 所以我覺得很開心 那我今天大概會這樣講 我會講一些收音機的歷史 簡單的講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什麼收音機 因為大家現在這個世代 應該比較少在聽收音機 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蠻重要的東西 所以希望跟大家來聊聊這個收音機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會進入主題說 講一下什麼是軟體收音機 然後再來就講我做的這個軟體收音機 它的架構 從硬體開始到軟體 然後我今天甚至還有帶來我的作品 然後最後再來做一個現場的測試 看看它能不能收到這邊附近的電台 然後最後再來講一下我做這個題目 這是我延伸出來的一個理念 好那我們就簡介一下收音機的歷史 它其實可以從1861年開始 馬克思威就是 唸功課的朋友會比較討厭的一個人 就是 電磁穴把我們搞得很 可是他當時 就是 我挑了一個他比較帥的照片 因為他老的時候就比較長一點 就是 他當時就是統一了電磁穴跟磁穴 我講的可能不是很精確 可能大家知道的人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後來呢 他只是在理論上去做這件事情 後來 赫茲 對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那個赫茲 每秒震動幾次 那個赫茲 赫茲呢他就去做了實驗 去驗證了馬克思威 他所做的一個電磁穴 相關的這些理論的提出 後來呢 就進入了百家真餅的時代 特斯拉 對 就是我們知道那個特斯拉 然後呢 同時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霍霍霍霍跟馬克尼 馬克尼跟特斯拉 我們可能比較清楚 因為特斯拉他是交流電的先驅 我們都知道他跟西部合作 然後跟艾迪森 關係不是很好 這樣子 那馬克尼呢 是第一個做上用的 這個無線電報的這個電機者 他把它上用 那他也做出了很多革新 那中介是波波夫呢 他是早年在 蘇聯 不曉得說是蘇俄蘇聯 他那邊的 有關於無線電穴的一個先驅 所以這三個人呢 其實他們甚至都還有在 那個年代共存過 那我不曉得他們有沒有交流 但是他們 他們的專利 好像都彼此都有踩到對方的線喔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 會在那邊告來告去 那 馬克尼 他可以說是說 把無線電這件事情 把它穩定下來 可以做商用的用 因為我們知道要做商用 你的技術必須要穩定到一個程度 那馬克尼是說 把無線電報這件事情把它穩定下來 然後後來還有 顧勞恩 顧勞恩把馬克尼所做的這個 相關的這些 這些 硬體設備再做一個改良 他有提出了一些 像晶體 晶體的那個 減脂器的這種東西的發明 讓整個無線電報接收更穩定 可是無線電報呢 終究還是在電報上 他們把他傳聲音 所以後來 藉由一些人的努力之後呢 第一個 有聲音的廣播呢 就是由范信達這個人 大家可能就更少聽到 他是第一個做有聲音廣播的 一個限聚 那 會支持這些技術的眼鏡發展 這些理論啊 大家從理論到實作這樣交互的 眼鏡發展 在原件的研究上面 他們的功勞也是無可謀滅喔 第一個當然還是會提到的就是 艾迪森 雖然說他 我是比較喜歡 特斯拉生過艾迪森 然後 艾迪森他當時做了一個 研究是說 他在研究燈泡的時候 發現燈泡裡面 有一個金屬片 會在 通電在某種情況下 會震動 會移動 那他就會 他不明就理啊 他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他為了怕人家搶了他的功勞 他就先命名說 這叫艾迪森效應 他自己都不曉得怎麼一回事 然後後來是 李察森這個人 李察森呢 他 李察森他去研究艾迪森這個現象 他提出了那個 原來那是熱電子效應 所以他們才慢慢 科學界的人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是有個熱電子在裡面跑的 那後來是 柏萊寧他根據 根據這樣的原理去發明了二極管 那二極管他 我們現在還有 比較可以類別的就是二極體這種東西 二極體的名字 其實他也是從二極管來的 他們都叫Dial 那 他的用途呢 如果 可能是工科的就比較知道 他簡單講 他是可以做整流的動作 那這個整流的動作在接收機 收音機的接收的部分 他可以起到說減波的作用 所以二極體的出現很重要 那 接下來是 柏萊寧他發明三極管 他是藉由電機在二極體的基礎上 他在發明三極管 三極管出現也是很重要 因為 人們開始進入了電子學的時代 然後知道說 維吾的信號怎麼樣 把它方大到 可以聽到的程度 當時是 大概都是圍繞在無線電學這一塊 推進了這個 原件的發展 那 後來 再講到這個阿姆斯狀 阿姆斯狀是 收音機 當然是那個登錄月前的阿姆斯狀 可以看照片 可以看得出來 差很多 他 阿姆斯狀提出了一個超外差的結構 那他讓整個收音機的結構 趨於 更加的穩定 然後 更加的穩定就表示 他有很大的商機在裡面 所以 阿姆斯狀後來 他所提出的這個超外差加工 可以說主導了20世紀整個廣播事業的發展 他 提出了一個不可抹滅的功勞 但是 其實如果你去找他的歷史 你會發現 其實他還是苦於在 專利權的徵戰上面 所以他 那個年代 大家想法都很多 那個 如果你們去看那段時間的歷史 20世紀書籍 你會覺得人類充滿希望 因為 他們每天無時無刻 都在想怎麼樣改良 生活當中的所有事情 然後你會發現 他們想到的那些東西 真的是神來一筆 然後 推動了整個人類 整個科技的眼鏡 然後 我們現在所看到生活周遭 所有的東西 這些人的功勞 都是 不可抹滅 那 這個 阿姆斯壯他 剛剛提到說 他其實有這個超愛他的節目 之後 稱霸了整個世紀 可是他當時 發明出來的時候 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 據說 這張照片底下 本來有一堂字 他是說 他跟他新溫的老婆 去做鍍蜜樂 在海邊的時候 他帶著他 第一次發明出來 可七式收音機 那 可七式收音機 長這個樣子 對 一個大大麻煩 那 根據他上面的這些 這些 年代 還有他上面這些選擇 他應該 當時這台 就已經是超外差的 節奏級了 所以他很得意 帶著他老婆 可是 阿姆斯壯他的 他的生平 他的最後的下場 沒有很好 因為他是自殺收場 他因為他太苦於這些 我認為他是太苦於這些專利的針扇 讓他平民分泌 所以他 也一直很 他年輕的時候 很多創建 但是他老了之後 就幾乎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新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就提到說 收音機製作這件事情 對我來講 他 從我小的時候 我今天有帶 就這一本 我小學的時候買到這一本 我就把它一直 就是當作 當作寶貝一樣 然後每天都翻啊翻的 然後 就覺得說 我這時候 什麼都不懂的情況下 我就想說 我要試著去做出一些收音機 因為我覺得這個 太神奇了 一個小小的只會發出聲音 你知道那個聲音是幾百公里外的 或者是很遠的地方來的 那你就覺得這件事情很奇妙 那這裡面特別講到一個就是 這一個收音機結構是最簡單的 叫做不用電子的收音機 它裡面有用到一個特殊的元件就是 剛剛有提到減波器那東西 它是位在這個位置 SD46 它是一種 呃 折二集體 然後它的目的就是 將前面 呃 來自於天線跟地線 這個 這個概念等一下會提到 然後 藉由線圈的感應之後 然後再藉由後面有一個寫正電路 然後再藉由減波 然後最後推動這一個 晶體式耳機 這全程的過程完全不用電池 那是因為 它就把無線電的訊號 藉由鞋震的方式把它放大 鞋震是一件很妙的事情 然後 推動晶體式耳機 晶體式耳機 它其實就是 呃 裡面是用壓電效應 所以你只要給它一點點的電 它就會震動 那利用這樣來發出聲音 但是這樣的過程喔 在早期 如果我們用 我們稱作資料被比試的 你要做很多的調教 你要知道一些技能 你要焊接 你要知道這元件 大概是什麼原意 你甚至中間這個線圈喔 你是要用手去繞的 沒有現成品喔 它這篇文章 它在後面的地方 就是講說你要用多粗 多大的PVC水管 然後鑽幾個洞 然後繞幾個弦圈這樣子 所以這整件事情 並不是那麼好湊成喔 所以這是早年做收音機 自己玩的時候 需要經歷的過程 然後我甚至在網路上 找到一個這個東西 這也是很妙 這個好像是 是不知道 30年代 40年代 那時候 好像已經有真空管了 那 但是 美國就有這樣一個家夥 他去創辦了一個 無線電學院喔 然後他就到處 跟人家推銷說 欸 大家玩收音機 大家自己裝喔 可以教你喔 怎麼樣的 大家利用寫語的時間 來做這件事情 他們真的很閒 對 所以他們 他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這樣 一次跟他付一筆錢 然後玩六個套 箭矢之類的 他還可以去人家教你這樣 所以這個是 他們美國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歷史 那這樣的一個 無線電學院 其實他一直在 美國運作到 二十一世紀初 都還有在喔 現在好像不在了 我在底下 有附上這個連結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給你回頭看 有人把他們出品的 那個出版品喔 全部掃描上網 所以那個 那個太棒了 那幾千幾萬頁的資料 裡面全部都是收音機 所以對我們這種收音機控來講 那個東西是 會把我們封掉的 好 那我們再來簡單講一下 其實收音機製作 它牽扯到發射跟接收 其實無線電的傳輸 發射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在做的 我們可以看到 那邊有個麥克風 上面有個電晶體 可能有幾個電晶體 然後可能有個天線的東西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小蜜蜂 就是FM的發射機 然後可以讓你放在 比如說公司的會議室 然後你就可以聽一下 他們開會再講 欸 你剛剛說什麼 是不是 沒有啊 我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很容易就可以發射出 我們收音機 FM FM是88Mbps 這個頻率範圍的一個信號 那你就可以在幾公尺 幾十公尺的距離裡面 都還可以收到它的信號 發射是比較簡單 但是接收會相對困難很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簡單講一下 無線電的原理 這一張圖 這一張動圖 它展現的是一個 我們稱作 雙波長後級天線 它的運作原理 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邊會有正負號 一直在變化 那這是因為它裡面是說 如果我們讓帶電的粒子 在導體裡面 當然就是電子 當它在那邊反覆的 在那邊運動的話 它可以在這個導體的兩邊 這導體是開路的喔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一個更清楚的 它是一個開路的兩個金屬導體 平行線 那這個東西 它就會在上面產生封閉曲線 像我們剛剛看到這樣 封閉曲線的一個電磁場 然後呢 不斷的被推送出去 那這樣就會形成了那個 無線電的發送 這個東西 我這邊也有 也有一個 一段YouTube上面找到影片 他講的更詳細 他講說 像那個 為什麼那個電磁爐 它不會像這樣輻射出去喔 那是因為它是封閉 它的導體是封閉的 可是我們這邊的導體是開路的 所以 它會產生 輻射的效應喔 那個一般我們稱作天線效應 我們在 設計電路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東西 在 隨便有這個天線效應 這樣會造成那個 我們所謂的電池干擾 所以 有這樣的基本概念會幫助我們 比如說我們是 工程師的話 我們就可以理解說 我們在設計東西的時候 如何去避免這些我們不要的東西 OK 那這張是把剛剛的動圖 把它停下來的話 你會看到 它這個藍色是所謂的電廠 那紅色是所謂的磁場 那電升磁磁磁電 所以那個 五千天訊號就這樣出去了 那我們就提到說 像這樣的天線 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 其實是看得到呢 因為這我家附近 在色紙那邊 色紙島 不是細紙 小時候人家都說你住細紙 不是 我住色紙 色紙那邊有很多 有很多天線 這麼高 我們剛剛 看它底下 這是停車場 它是很高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知道的是 它是AM天線 那AM是什麼 AM是 AM廣播 是叫調補廣播 然後它的頻率範圍是 650K到1605 大概我們抓 1Mb來講的話 1Mb的頻率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公式 我們在國中 高中都有學過 就是光速等於波長成頻率 那你可以用 3乘以10的8次方 去處理那個 1乘以10的6次方 你會得到的是 300公尺 所以 如果這個天線是半波長的話 那大概就150公尺高 那可能 我不知道這好像也沒有150公尺高 那是因為你的那個廣播電台 你有分 我們的NCC有把它分類 什麼ABC 我不知道哪一類 那你天線的高度 就會被限制 那跟周圍的那個建築物有關係 因為它是為什麼可以在那邊放天線 因為那個是 基隆的旁邊的那個 那個就是停車場的那個位置 是在敵方外面的 所以那旁邊幾乎沒有 沒有房子 我們看到空房 在這種條件 你才可以放這種AM天線 好 那FM天線就不在 FM天線在陽明山上面 好 那這樣大概是一個 我們現在廣播的 這樣一個天線的樣子 那我們再來簡介一下 收音機是什麼 收音機是簡單來講 就是把高頻轉成低頻的一種裝置 那高頻頻率 頻率是什麼 頻率是 我們在國中的時候 應該有看到這張 就是所謂的這個光譜 我們都知道彩虹是一個光譜 那光譜它是一種 光可以說可以是一種電磁波 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它 然後它位於在 我們這個生活周遭的頻補範圍 是大概落在中間這個位置 那我們剛剛在講的AMFM在哪裡 在這裡 在AMFM 那這中間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 橫軸是以頻率為橫軸 那波長在下面 頻率在上面這樣 我們大概就可以理解說 欸 其實在這張組來講 光 X光 或者鋼馬射線 或者是廣播訊號 微波 紅外線 其實在自然界 它們是組同一類的東西 那只是因為頻率的低跟高而已 那這種頻率 頻率不是我們 平常的人在 我們的理解能夠 等於是我們的 我們的知覺也沒有辦法理解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一些工具 比如說我們要利用負利液轉換 把頻率的東西轉成 頻率的東西轉成 那這個東西 這接著到我們等一下軟體收音機 會提到 因為需要這個 負利液轉換這項技術 我們才能做到軟體收音機 OK 那這張圖是簡單的講說 一般來講 這是一段音樂 所以它是很多 音樂的那個 政府 然後隨著時間的變化 可是它如果轉成頻率 它可能就是這樣 這樣一段 比較我們不能理解的東西 那今天不要講太多數學 所以這個東西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那如果說我們要做一台接收機 它有多麼困難喔 它就是 在早期就是要 很多很多的調教 這只是一個例子說 我需要很多集 把微弱訊號這樣一直放大 一直放大 才能夠注意被解剖 被聽到這樣子 那這中間又經過要很多的調整 所以這個東西 它對於發射來講 我剛剛講的 它比發射還要複雜 接收比較困難 那這種接收的話 為什麼要這樣一集一集放大 我不能說一次就把它 擷取下來 然後降頻還是什麼的 反正 這一張只是要告訴大家說 它很難就對了 就是它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所以 這地方我就 不用 不想講太多 那 這個地方呢 如果說我們要把一個 在無線鍵上面的頻率高頻 就剛剛提到的AM是 560K到1605K 這樣的赫值的廣播頻 頻道 要把它直接降到 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聽到 我們現在講話的聲音 大概是 20赫值到20K嘛 這是我們人都可以聽到的 所以 那些廣播區放頻 高於這一些啊 我們直接讓耳朵 是聽不到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技術 把它降下來 降到耳朵可以聽到的 所以這個地方 會用到所謂 混播器 混播器的技術 那這個混播器 其實它有一個很簡單的 如果 各位回到國中 想一下三角函數 好像有一個公司 叫激化合差 其實混播器 就是一個激化合差的過程 其實我念到 那時候在念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興奮喔 我說 那數學那個 我都看不懂的東西 結果我發現它竟然 可以用在一個 活生生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激化合差 在哪裡發生 然後就在你眼前 這樣子 我就覺得這事情 實在是太陽很興奮 那 所以 後來我們 技術的演技 就可以發現說 我們怎麼樣把高頻 直接降到說 我們可以進到的 這個程度 我們就 有一種叫做 直接轉換接收器 或叫靈中頻接收器 那個是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主角 那一開始我是怎麼樣 去理解這件事情 我以為說 軟體收音機喔 就是我去 找一個 類比轉數位的元件 然後查一根尖線 然後用 我不知道 用 用電腦去收 我就可以收得到 那其實不是這樣 它還是要有一個 把高頻轉成低頻的過程 然後再收進來 所以 我就按照這樣的原則 就去網路上找一大堆 其實這種資料很多喔 它的關鍵字叫SDR 就是Software to Buy Radio 這種東西 像這張圖喔 它甚至連發射都做好了 其實 接收跟發射 是可以逆的過程喔 你只要稍微調整一下 那個電路 我們可以看到它 上面這一組電路是 它的箭頭是往左邊喔 這個叫運算放大器喔 它的箭頭方向 就是它的信號組的方向 可是下面這一組是往右邊喔 所以一個是出去 一個是進來 所以這個東西 喔對不起 因為天線在左邊 所以下面是進來 然後上面是出去 其實它只是把它顛倒過來喔 所以這個東西就可以變成收 把廣播 把你的聲音出去 也可以把聲音進來 然後 也有很多人寫要軟體喔 包括 我是後來覺得說 這個軟體 我想要把它更客製化 所以我後來覺得自己寫試試看 要不然其實 網路上有很多 就是現成的軟體 它都已經把你做好 然後電路組也有 軟體也有啦 所以就直接要開始做 然後甚至有簡單到說 這個是 這個叫714HC4066 它是一種 四包裝的開關線 開關IC 類比開關IC 用數位的信號控制 然後再加上後面這一組 雙包裝OB 你這樣就 其實就做好一台收音機了 實在是有夠簡單的 然後呢 我就 我就試著好 那我就來試試看我要找 我一開始就 野心很大 在找那種很複雜的圖吧 然後後來發現說 你這好累吧 我還是 你有沒有再簡單一點的 就怎麼找都是長這樣 後來 後來想說 那我就把這些齁 全部集合起來 我來 把這些我全部找到呢 包括這種 簡單的複雜 我就把它 集合起來 然後把它混合出 我的樣子 我要的樣子 所以我就 後來就把它確定下來 那 這一些技術齁 其實剛剛講的那些技術 都不脫離這個人齁 我比較喜歡 去追溯這個歷史脈絡 所以遇到的 我們都要講一下這個 呃 呃 Richard Tyler 他這個人 他現在還活著齁 他是 他以前是在摩托羅拉上班 這邊有講的 這邊專利是摩托羅拉發的 可是發明人是他 他就講到說 我怎麼樣用電子開關去做到 把頻率從高頻降到低頻 簡單講這樣 然後呢 又可以排除一些 一些我們不要的問題 就 所以後來 這一些玩家 自己玩的玩家 可能有一點工程體質 他們就去改良這張圖 後來就改了 呃 就是形形色色 各種樣子的 這種 零終點節奏機就出來 那 他這個專利呢 剛好啊 是在昨天過期 我剛剛 我早上的時候 還上網去查 Google Payless 那竟然是在昨天過期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妙了 不過 因為大家並不是完全照這張圖 去做啊 所以你也沒有專利的問題 那 那個 這些概念 他並不是 並不是很超脫的 那課本你稍微理解一下 大家都可以理解 所以他這裡面就是他專利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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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開始就用拚的 就直接進入主 主題 我做 我做的收音機 那一開始 第一張這張圖呢 他 呃 不太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一堆 一堆奇奇怪怪的 零件 我把它放在一個盒子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 我這些零散的零件 本來用麵包板 甚至是用麵包板 然後最後就是說 那我用貫通板 稍微把它接起來 後來發現說 這個我只要稍微這樣 動一下 哪裡就沒聲音 後來就說 那我用盒子裝起來 用盒子裝起來呢 還是覺得說 這裡面還有很多 需要調整的地方 我再做個改版 後來就把它用電路板 把它做出來 就大概是這個過程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是 我做的過程 就這個經過 我把它照片 把它解錄下來 就是 裡面也有麵包板 然後也有望紅板 然後這裡面 也有用到那個 頻率合成的IC 這樣子 好 這個地方是VCO 就是類比的方式 我要強調就是說 有這張圖就是說 等一下我們看到那個 數位合成的頻率 它的功能跟這個一樣 可能它小很多 穩定很多 那這個類比的方式呢 你需要經過很多調教 有的時候甚至像定感的 這種 元件喔 你稍微 位置稍微偏一下 它會影響它的感值 然後你整個頻率 就會跑掉很多 那這個東西 就是類比上面 有一些 需要注意的地方 可是到數位的時代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全部 幾乎都 沒有什麼要考慮的 那這邊 這邊我就 我就 過一段那個 那個 當時 剛做出來的時候 收到電台的聲音 像聽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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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剛剛DEMO那個是我用類比式的 本地震盪喔 然後把它滾播到 天線進來的型號之後 把它滾下來之後 然後直接 丟進去那個環體裡面 去把它跑出聲音 那接下來我想說 穩定一點喔 我就去找 這個SI5351 如何有玩 ADRENO的 你可能知道 那個 美國人 有把這個 變成一個模組 然後用ADRENO 就給工夫 我想說太好了 我找到那個模組 我說 這東西就幫我產生 產生那種 可乘式的頻率 而且它的範圍 是2.5K到200MB在這裡 我說 這個太好用啦 那所以我就來試試看 把它做一個數位版的 所以我就 數位的產生 本地訊號的版本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模組在這裡 但其實 其他的部分 我還是沿用我前一個版本 類比的版本 然後最後呢 把它送進去電腦裡面 那這邊的聲音 聽不太清楚 是因為我 那時候我是在聽短波 這邊如果把它放大一點 這邊可能 畫面上看不清楚 我大概跑到 6MB多的地方 6MB我們剛剛想一下喔 剛剛是 565到1605K 那個是AM 然後再上去到 88到108M 這個是FM 中間這一段 頻率的範圍呢 很多 很多地方是拿來做 短波的 那個廣播 那短波廣播 剛剛 剛剛那一段就是 短波廣播 可是因為 信號太太弱 所以聽不到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 我就說 那這個地方我就去找那個 KICAD K-I-C-A-D KICAD 就自己去Lay這些電路 把那個電路把它做出來 然後 後來就會有比較穩定的版本 OK 那 抱歉 欸 應該要 一個影片 在這裡 對 然後 這邊 我就可以藉由那個旋鈕 很快速的去調整那個頻道 然後就可以聽到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 這個效果這麼好 這是因為 我在我家那邊 我剛剛有提到我家那邊 旁邊就是AM的法國電線 所以那邊 其實我24小時喔 我住在家裡 其實都 每天都收到AM廣播的那個風炸這樣 他是 他的信號是這麼的強 我幾乎沒有什麼放大 我就聽到了 真的是很可怕喔 他剛剛也是提到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就 我就剛剛提到說 我想要再進一步去寫他的軟體 然後 寫他的軟體的部分呢 我就會 我就會想說 我想要 剛剛是用學編 我這樣 要能夠轉那個廣播嘛 那我是希望說 如果我是在電腦這邊 然後我收音機在那邊 我在那邊按 他就可以 就可以選台 是不是就很好 結果這件事情 我是在這個禮拜我才做出來 因為我是 我是拖到這個禮拜 我就想說 這個事情我來想一下好了 後來就想說 我怎麼樣 從電腦這邊 然後告訴那一台 那一組電路 可是我們之間只有那個 我那邊是用那個 外接式的那個 USB的音效卡 那音效卡這種東西 我只能傳聲音啊 所以我 怎麼樣呢 我只能用聲音 告訴他我現在要轉的 轉台 是轉到哪一台 那怎麼樣 用聲音來傳控制訊息 後來我就 就想到這個東西 這個聲音可能 很多人會很熟悉喔 這個就是 我們早期在試話的時候 拿起來播電話 會聽到的聲音 這叫DTMF 那這種東西就是在 怎麼樣在聲音頻道裡面 去傳你要的控制訊息 它基本上它只有16組 我記得是16組 就是0123456789 然後加上型號幾個號 然後再加上AB型號 這樣子 所以它可以送這些控制訊號 所以我就 我就把整個方塊架構 攤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呃 我們會用到一個 PCM2-2902 剛剛沒提到 這個其實是一個 音效卡 的IC 那我就讓它 從USB接進去 那電腦就可以 把 我剛剛前面剪輯了說 我天線訊號 經過滾波 然後把它從高頻降成DTM之後 可能就可以揮到電腦裡面 然後電腦就可以把它 把它 算出來說 我想要聽哪一段的聲音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操作過程 然後 這中間會有一塊Arduino Arduino是負責把那個 本地震盪頻率 就設定的一個角色啦 那它 剛剛有提到說 我一開始是用那個 旋轉編碼器去控制說 我現在要轉哪一台 然後我把我的頻道 是顯示在LCD上面 那 後來就改用 改良說 用DTMF送 送過來 它就可以變成說 我在電腦程式這邊 直接就可以控制它 那 大概電路程式 是這個樣 我後續會再整理一下 因為 很亂啦 因為是 大概 這一兩年的 累積的成果 所以 我需要一點時間 把它整理成 open source 這樣子 那大概 軟體的部分 它就很陽春喔 我是用Python去寫的 然後就是 找了Library說 它可以做FFT 很好 然後它可以畫這些圖 很好 然後就把它兜起來 然後反覆頁轉換 這個 目前這個看到就是 上面這一組 就是它 剛剛 從高頻轉換進來 轉成第一屏之後 送進去音效卡 可是音效卡這邊來講的話 它 它 你得到的是一個 音效卡 它只能處理最多20k平寬的聲音 因為是 音效 是要能聽得到 所以我這樣 我把高頻折下來之後 我只能聽到20k平寬的 的信號 所以我需要有一個 這兩條紅色曲線去框選說 我要把哪一段 像這裡 這裡很明顯有一個頻道 在這裡 可是我希望它 把這一段聲音 反反算回來 也就是反覆利頁運算回來 也就是反覆利頁運算回來 成我們所要的頻道的聲音 所以這 這個 這個過程是這樣子 那 我裡面有弄到的 Library就是 這個 如果我們現在在玩Python的 然後有 有在做資料處理的 然後看到 就是MapFart MapFartLive 就是負責把這些圖畫出來 然後 SignPy跟NunPy 就是在裡面做數學運算 包括FMT這些 然後我們就現場來玩玩看 那我這邊 我有把它帶來 就是它長這個樣子 就是 我Arduino塞在下面 然後 前面 前面就是 它有個小螢幕 那 我剛剛 很遺憾的是 我以為我們現在 樓層這麼高 這邊應該頻道可以收得很好 但我剛剛出 出玩下去是 我還沒有收到頻道 所以我們現在來玩玩看說 我現在 我現在 來夾這個鋁門窗 這一招 這個怪招 其實在 在這種 在這種收音機製作的書裡面 我會很常看到 早期 他們 他們日本用的是牽水管 所以他們在室內的時候 會 告訴你說 你把收音機天線 夾在水管上 你會得到效果 在台灣行不通 因為我們台灣在很早以前 就全面 改成PVC管 大概三四十年了 所以你去夾水管 你是一點效果不明 但是 但是它裡面有講到說 架魚門窗也可以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把它夾一點 魚門窗 然後我稍微把烤漆烤漏一下 烤漆不會倒電 然後我們回到我們的 回到我們的軟體 那軟體這邊的話 它就是很簡單 大概幾百毫 然後它就是把 音效卡 那個東西 資料通過要進來之後 然後呢 就去做 負利A轉換 所以負利A轉換在哪裡 負利A轉換在這裡 在這裡發生 然後底下 這個是RFFT 然後底下一個RFFT 然後中間這個過程 就是把剛剛那個 這個虛線中間的那個資料 切掉切掉 然後把它轉出來 這樣子 然後這中間 那 各位如果做信號圖 你會知道 如果你隨便切一個屏幕 然後把它轉出來 你會聽到很多 那種碰碰聲 因為那個屏 怎麼講 就是那個資料頭尾不會相接 所以你會很多那種 所以這裡面還有做一點 一點小技巧 是把那個頭尾把它 把它 縮起來 那這樣接 每一段聲音接起來的時候 才不會聽到火火聲 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把它指引下去 那指引下去它 這個是 等一下我試試看 幾個常見的頻道 OK這個是999千赫 999千赫沒有 那1413千赫呢 沒有 然後1490千赫 很慘 然後裡面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 我現在用 用我的方向鍵來 切換一下 我每10K 我每10K 去做個切換 然後我看看 我們會不會 遇到一些頻道 他現在是在 因為我的控制是單向 所以我不知道他現在在 OK 現在是1314 然後我現在 我們剛剛是 剛剛初初有聽到一個 大概是6 5 7千2吧 你在想 OK 不是 很遺憾喔 我最害怕的事情 終於發生喔 我來電話收音機 可是我的收音機 卻沒有任何的電帶 所以 我想這個原因也有很多啦 就是 我其實並沒有 欸 時間到了嗎 我來救你 94096 4096沒有啦 OK 409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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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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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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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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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這邊把板伏葉往旁邊關上 就這麼簡單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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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呢 我想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講一下 這裡是我當初 在板上板的時候 收到的所謂的業餘無線電的 這也是很大聲 哦 直接把這個christon變成 沒有嗎 那就是 金車子機器 可是你剛剛 你剛剛是誰 他沒有電線 我就直接靠近他 靠近他就直接 這就是這個車子 你們看他就能夠 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其實 他大概是在講說 Bravo EcoTree R8 Charlie 他是在講他的台號啦 就是如果我們玩 無線電的話 如果我們跟遠端要通信 我們會先抱自己的台號 對方聽到會回應啊 會是 我忘記CQ還是什麼東西了 然後反正他們有一堆術語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他就會跑出來 那 剛剛我們一開始會聽到聲音不對 是因為他是做半旁波發射 所以為了節省功率 之類的因素 那 他 他 這一段就是我當時聽到的 那 就是後來也就再也沒有遇到 因為我不認識他 所以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上線 那 這裡面 還值得一講 是說 我會在家裡 我住的那個地方 會常常聽到的是 其實比較多 如果是 聽短波的話 短波就是 1Mega以上 3Mega以上的 我會常常聽到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因為他們會很熱情的 一直在對台灣廣播 那其實我們本來也有一個廣電台 叫天馬電台 是在對他們廣播 那 這裡面還會牽扯到一些故事 像 如果各位商網去找數字 數字電台 那我小時候有聽過 就是 他會有一個 聲音很好聽的小姐 然後就一直在講數字 12345 5278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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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講完之後會說 某某同志 那個上級隊的表現 感覺非常滿意 什麼什麼 這是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情報員在那邊 回憶的管道 那是我們 我聽到那個是 我們的數字電台 那 後來就在 這些東西 越來越少了 那我 簡單的講一下 我的理念是什麼 我會覺得說 我們有些人會講說 我們身為島民 應該要熟悉海洋 那我們如果是身為宇宙中 我們現在 我們已知的生命體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多了解 電視波呢 因為我剛剛從那個光谷 那一條 那一條光谷去看的話 我們就知道 我們生活中到處充滿電視波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去 利用一些 我們所知道的事情 來推廣這些事情 然後把它當作科普 一樣去理解 也許我們在生活中 會少一些誤會 比如說 舉例來說 你會 你知道 你知道 無線電波 對你不好的成分 到底是哪些 然後 你要去理解它 或者是 你也不會把那個什麼 它的電壓是多少安培 這種荒謬的華 那 所以 這種東西我覺得應該要去推廣 那 我今天做的這個例子就是說 收音機已經簡單成這個樣子 喔 不需要調整的情況下 那我們 為什麼 大家一起來玩 所以 這就是今天我的 我的演講 謝謝大家 要不曉得大家 我們有什麼問題 請說 你的 直接降頻的 那個 出來的那個iQ 是不是沒有加 低通率多次 你有 沒有加 有 在硬體上面有低通率過 因為我剛看你的那個 SDRSharp 它在 切頻率的時候 它是會 就是會有折返 就是 更高的頻率會折回來 對 對 對 這一點我也不是很清楚 它有鏡像頻率 我知道 你不要被濾掉 而不是 就是被 再被 發丟了一次 可能 我的接觸不夠 或者是我 RCE 根本就算錯了 我可能要再檢查一下 對 所以我們剛剛 我剛 我剛跟同浩期前的一場交流 跟 有些人聽不懂 如果從小到大都經歷這樣的過程 就是 我在講什麼大家都聽不懂 對 好 還有沒有問題 請說 我只有做調補 對 然後 我也 因為 我的層次的部分 也只能計算調補 就是 它就是很簡單的把它反覆列 就是調補 就取它的反覆點 這樣子 調頻的話 因為 頻率也要比較高 我們 一般短波的傳輸 都是調補比較多 我沒有遇到說 就是 或是 用調比在這個 這個頻段 AM是 接收到之後 除了 跟 是嗎 沒有太大 沒有太大 我本身那個 硬體到時候也是要重新測器 如果要收到那個頻段 它也就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最簡單就是 JAM 就是 就是 不用做任何種的 如果說 如果說大家有興趣 玩 玩這種 軟體收音機 可以去玩 RTLSDR 它是人家已經做好的 RTLSDR 是一種 人家已經做好的 就類似 類似這個 這個東西 你回來 插在你電腦上面 然後 跑我們剛剛一樣的那個軟體 就 SDR 然後 你就可以 就可以收到 剛剛我們在聊的說 30Mbps以上的 因為這個通常處理 30Mbps以上 然後 對 所以你包括 那個 數位電視也收得到 嗯 我 我懷疑 那就是 超強還在哪 對啊 對啊 這個效果很好 我也知道 嗯 對 還 目前還沒有啦 如果說 大家 想要 關心後續的發展的話 你可以不定交我臉書好友 可以不定交我臉書好友 可以不定交我臉書好友 我都會做什麼東西 我都會往我臉書上面丟 我本身也有T-Hub啦 可是 T-Hub 還沒有SDR的東西 T-Hub T-Hub 那 沒有 Rain me down 就知道 他還不是 我好像也是叫 也是取名叫 龐大海 看一下 我現在上面放了什麼東西 我都會把你轉 先交到 Op-Level Type-in 那邊過去 這是 大海 大 大海兄 看要不要直接介紹到 那個 Op-Level Type-in社團 他介紹什麼 沒有 就是說 有相關問題 Radio也可以 等長到 那個 關心的人數變多 就再弄一個 分數 你是說 就是到你那邊 去討論嗎 就是我們在保障眼那邊 有Op-Level Type-in 對 然後 主事者 鄭鋒奇先生 現在就在後面 大家好 然後 所以我們如果 如果在網路上 有想要知道 相關劇情 也可以到 Op-Level Type-in的 臉書 社團 社團 對 再 我來打一下 Op-Level Type-in 怎麼第一條就是 要捐款 小額捐款 OK 這是Op-Level Type-in 所以這幾個地方 就是我的臉書 他的臉書 還有Op-Level的臉書 而且我把它稍微收一下 然後 這是Op-Level Type-in 這是Github 這樣 我都是用 彭大海這個名字 在走 走跳加目 D-O-N-D-H-A-I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再一次謝謝大家 今天的 還有問題嗎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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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